来 这个给你 这件法器你可要收好 这是 这块领域内封印了奇兽孟吉的惊魄 此兽极为擅长潜伏隐秘 激活它后能帮你隐秘身行一段时间 哇 这东西可是躲避追踪的保命神器呀 师姐我也想要 你又不是咱们中修为最低的 要这个干嘛 而且咱们有传送符 咱们秘境里这玩意儿反倒是有些鸡肋了 只能拿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多谢师姐了 东西都拿好了 咱们就走吧 你小子 没想到听你的还真发了惨 师姐说你是个好运的人 还真是没说错啊 运气 运气而已 那么接下来 陈师弟 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哪儿 这个嘛 因为我的原因才改变了方向 虽说似乎避开了什么危险 但师姐的硬龙知己也没了 要不还是回去找找看那个龙骨木 要不我们还是回原来的方向吧 可以 不是吧 那龙骨木就这么凶险 小子和南辰这样的金单级高手 换了装备都没法跟着师姐活下来 我估计就更没戏了 林诗宇 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儿 你们找到机缘了 混账 那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搜索范围 喂喂 谁跟你规定的 先来后到不知道呢 有能耐就自己找呢 别看见别人找到好东西就瞎嚷嚷 好了 既然我们武师兄要这儿 咱们就让给他吧 走 好好好 我们走 嘿嘿 林诗宇 你敢 别再给我看见你 嗯 又是这样 照道理来说 其他族门弟子也拥有传送符 想要击杀非常困难才对 看来这出秘境 果然会发生什么大的变故 陈云 接下来想好打算了吗 我觉得 我们或许可以 去抢劫其他两个宗门的人 找到了 一进来就有大丰收 真没想到 这儿居然有地龙险 这东西 可真的上有价无事啊 咱们运气真不错 什么人 这些人有东西 小姐 把好东西都叫出来 就凭你们几个 也想 师兄 这就是情报里林语宗那个首席 恐怕咱们 怕什么 打不过就溜 难道咱们 连动手的胆子都没吗 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的实力 我们玄武学院 可不是他们这种娇身惯养 连血都没见过的弱鸡 输手交钱 果然斩了你们 只能用底牌了 借我一招断龙 师兄 电子扎少 怎么办 要撤吗 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拆手 给我进入今天 撤 慢着 何必呢 就这么退出数十年一次的秘境 你们可就什么收获也没了 那也总比被你们抢走好 不不不 我们可是文明人 我们 只抢一半 合着你的意思 那我们还要感谢你了 抢一半不还是抢 不不不不 算一笔账吧 现在交出一半 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机遇 但要是你们就这么回去了 可就只有这几株地龙弦了 这点收获 对灵犬秘境来说 怎么也谈不上封后吧 果然 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要让他们全部交出 他们肯定宁可离开 也要让我们一无所谓 但如果只要他们一半 他们就愿意考虑了 当然 如果你们之后还是找不到机缘 再不计 也可以去抢比你们弱的队伍嘛 你们也只要他们交出一半 这笔损失 不就补回来了吗 好像有道理啊 咱们打不过他们 还打不过其他队伍嘛 师兄 这次要就这么回去了 咱们的收获可太少了 还有这么多天 肯定能找到其他机缘 或者其他队伍的 可以 地龙先给你们一半 但你们不许再对我们出手 否则我们 马上就传送走 大人 我们可是文明人 言而有信 品相还不错 回头 我可以用他们炼制几位弹药给大家 接下来咱们去哪 继续找其他人还是 呃 边找边走吧 我们就 往这边 看你 的 帮助 的